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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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个意义呢是尊敬土地公 感谢他守护土地 送个拐杖是表示 协助他老人家慢慢走 慢慢的顺残 保护大家奉修 这一年一度的中秋敬拜仪式 是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的 虽然大米常常自称是农家子弟 不过拜拜这些事情 我真的不太懂 好嘎嘞 米妈很懂 所以呢我透过电话连线 请教老妈一下 身为中部的农村其老 种过果树也种过水稻 每到中秋节 八月盆 农民都很生心地在见面 土地讲 这到底是什么英国呢 我们要买咪妈说给我们听 这就是一年一度 产头产尾的土地公 不管做产的 做山还是做群的 只要你是做土地生散的 在我们中部来说 都很尊重 产头产尾的土地公 这一年一度的八月盆 就是要出土地公罐 土地公罐 每一年一度的小金 每一杯 四方金 每一杯 四五杯 或是一小指 还有大花金 一小指 三张香 它们拌在土地公罐 这支土地公罐就是 看我们的 人家说 冬草 好 柳子也好 只要有一支 线可以刷在产头 刷在土地公罐 这样就行了 在金三张香 都要两些 被针在坏 我要刷在速érie 要刷一样 要刷在那支席 不要搑换 不要搓至坏 Environmental het tech ded core Rechts 土地公罐 有刷的 toll 它是要刷命的 也需要风勢 有更厚 希望梵立 帮土地公准备拐杖 土地公罐 这听得实在真有意思 相信很多人感觉我生意都真有狗 也穿得很澎湃 不过我就是没啥的以后跟土地公开港 不太会跟土地公聊天 这一点大米可以保证 我煮小时就看我妈 真厉害跟心灵开港 所以现在要签名吗 好好示范一下 跟我们一些比较经验的浪民朋友 在八月半中秋 在这一后拜拜的时候 应该要如何向土地公讲这条 今天中华民国一百零七年 今天我们的农农 八月十五 爹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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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份产 就是我的经营 我在继续 今天我们一年一度 八月中秋 准备到月拼、水果、材费 来风景 产队、产队、产队、产队 有你的照顾、有你的帮忙 把我们给到风修 在这里来向你拜祭 请香荣 哇 高年听起来真有礼貌 真旧度的敬拜风释 最后这一句 请香荣 这个要特别记下来 不过有的地方我实在听不懂 有什么妈妈都会说 餐头土地公、餐尾土地公 但是这一句餐有很多土地公是吗 我们人们也同样 如果我们来餐 我们身上的餐头、餐尾都会去顺一年 餐头有水进去 餐尾有水吗 会去顺 这样就是 如果都顺 餐头水进去 餐尾你没去顺 不知道有水吗 如果他们没够 餐尾水就不错了 所以我们要请餐头、餐尾 就说 就是我这一阵在拜 我们现在在拜的时候 我们这一阵在拜餐头 就说我们刚刚走到餐尾 还是在餐头 所以我们都要请 如果他走到餐尾 我们现在在餐头在拜 就没看到 我们现在在餐尾在拜 他在餐头 这样就没看到 所以你就这样请餐头、餐尾 他走到处 我们都请香荣 请香荣 他走到处 就请餐头、餐尾 所以在餐头、餐尾 来逛逛 请香荣 这样 谢谢米妈 这样大家都学起来 米妈农村教室下课 走读流车小旅行 走读流车小旅行 农村超好玩 下个礼拜六 在高雄美农 有一场小孩去世级的活动 去世级的去是乐趣的去 这也是活动的精髓 因为这是一个专门为孩子设计的 让孩子做主 大人陪伴的世级内容 想想看 当我们小的时候 都喜欢玩半家加久的游戏 例如喜欢假装自己是个厨师 或者是老板 学大人卖东西 但是要对食物有具体的认识 或者说对生活中的用品 懂得分辨品质好坏 这些都得靠成长的历程慢慢累积 而在美农 可以说是台湾农村 最早实践食农教育的概念的地方 让孩子边上学 也能实际体验农耕的过程 学着种 当然也要学会怎么卖 怎么推销自己的作品 让别人知道 这些都不是加加久的游戏哦 而是让它化身成一个小小农市集 让孩子们不只是赚到了市集文化的体验 也还能赚到满满的成就感 这个活动集结了美农在地的学校 很多所国小的学生来参与 不只有在地客家族群 还有原住民和平谱族 多元文化交流的一场市集活动 你将可以看见 这些在农村长大的孩子们 独特的能力 对农作物的认识 参与农务劳动等等 看见他们展现自己在农村生存成长的能力 也可以感受到这片 丰饶的土地和自然环境 激发出他们与众不同的创造力 关于这一次小孩去世级主办单位 是果然红农艺生活 还有美农爱乡协进会 地点呢 记得了就在美农的吉东国小 时间是下个礼拜六 10月6号 从早上10点到下午5点 已经是第二年主办这场活动的 果然红工作室负责人蔡嘉荣 她自己本身就是个孩子王 我们请她介绍一下 今年小孩去世级的特色有哪些 这个世级呢 最主要是以小孩做主大人陪伴 让小孩可以在这个世级里面呢 充分的参与 包含他可以自己去怎么规划 他想要怎么去玩 或让别人去感受到 那其实会希望来参与的 不管是参与者的小朋友啊 或者是大人呢 其实都可以在这过程中 跟小孩子一起玩得很开心 今年呢 我们是选择在吉东国小 那吉东国小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校园 而且它非常适合野餐 那种整个氛围非常的漂亮 那我们呢 最主要规模呢 我们除了是邀请美农 美农九所国小之外呢 我们还特别邀请了 来自山林大爱的 八南花部落小学 还有新威国小 那另外呢 还有就是来自内门木柵国小 所以其实今年呢 会不只是客家的文化 还包含了来自的原住民 以及平埔族的文化 十月六号礼拜六 早上十点到下午点 在吉东国小 小孩去世级 你准备好了吗 孩子们都准备好了 剩下的就是我们大人 以行动支持 到现场香甜加油的地儿 欢迎大家 这个课语的意思就是 特地来玩耍 小孩去世级见哦 休息会 回到节目中 我们继续锁定美农 听故事 你正在收听的是 青农市集 On Air节目 趁着中秋佳节 我也想应景一下 这一段节目主题 跟团圆有关 这个是两个农村的广播人 用麦克风 让农村里的阿公阿嬷 温暖的声音 和异乡游子们团圆的故事 也是原本不认识的广播人 因为同样热爱农村广播 而相识相知 从宜兰到高雄 团圆的真实记录 先给大家评评一下 来听一段非常美农味的农村广播 曾咖阿嬷的好料理 曾咖阿嬷的好料理 你吃饱了 如果不再来我们家吃 我有传一道很脆弱的哦 大家好 欢迎来到曾咖阿嬷喝料理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 来自甲仙观山阿嬷的好手艺哦 在充满残名鸟叫 雨后烟雾缥缥的后山 我们正在进行一场 名为记忆料理的饗宴 总共有四位阿嬷 各自要端出记忆中的好料理 要来跟大家分享 其中一位棕泡塞 她叫戴日冬 问她要准备什么好料呢 日冬阿嬷毫不犹豫了 选择了这道 豬家滚土豆滚酒顺 豬家就豬家 为什么要滚这么多的东西呢 好吃啊 好吃 我老公煮给我煮就好吃啊 我在家就没吃过酒顺你知道吗 我来他们家就有酒顺啊 有酒顺 晚上更哦 好 原来日冬节当年远从南投的 细腻乡嫁来假仙 先生用了当地人常会使用的 腌制酱笋加入花生猪脚汤 没想到日冬节一喝就爱上了 日后呢只要他想喝上一碗猪脚汤 先生就会为他煮上这道拿手菜 看似幸福的日常生活 一开始却不是这样的 他去乡亲的啦 第一次看他就说 好他要把我订下来 我不要 我不要 不认识我不要 最赞成的我如果说 他说很多人来跟我看过 我就不爱这样啦 他说只有这个他看得最好 这个看得很高于 还很老实这样说这个好 我说原来我们不了解了 去就到了了解了 怎样要紧了 我说 大了很久了大了 才去订婚了 这样来的啦 果然被亚公说中 在生了三个女儿后 整个夫嫁就只有先生阻止他拼男生 觉得这样对他来说太辛苦了 也因为这份疼惜呢 更加深了日东阿嬷对先生的思念 他止不住笑意的说 我们老公很小啊 他很小啊 不然他那种家庭我带他去喔 所以今天这碗迪卡滚头刀滚就顺呢 可以说是这对夫妻日常的情感连结 而太太对先生的思念 当然也一起放进这碗汤熬住了 你心中也有忘不了的记忆料理吗 欢迎在粉专留言跟我们分享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这么可爱的声音 来自高雄美农地区 有个年轻的社区广播节目 叫做小地方大湘民 主持人叶燕茨年纪很轻 虽然从来没有广播经验 但是努力自学 加上喜欢听故事的热情 制作出如此高水准的单元 很令大米佩服 说起这个广播人团圆的缘分 来自今年大概四月份左右 大米所经营的农村广播 咪咪之音粉丝专业 收到了一个讯息 是一个叫做美城的女孩写的 她说知道了咪咪之音 是一个为农村的日常发声 也陆续看到大米相关的影音报道 我们非常想要和咪咪之音交流 希望可以从你的录制经验 让我们在制作广播节目的过程 更有信心 也让门外汉的我们 提早知道制作过程 可能会遇到的困难或问题在哪里 所以小湘设造想邀请咪咪之音 是不是愿意以讲座分享的方式 到奇山和大家分享录制的经验 还有给我们的小地方大湘民节目一些建议呢 大米收到这个邀约的时候 内心说真的 很感动也很激动 除了心里头呐喊 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做傻事 在高雄美农 竟然也有民间组织 也学着运用这种最复古 也最有人情味的广播媒体 要为农村做点事 当然要去啊 为了美农板条出发 不过就在今年9月出发之前 我还是先做了一点功课 了解这个民间组织的背景 社团法人高雄市小湘设造制业联盟 简称小湘设造 是一群从在地培育出来的社区工作者 成立四年来 一直是在大齐山地区 进行社区的陪伴与陪力 最近一年 他们更尝试用声音 陪伴奇美酒区的长辈 录制他们的生命故事 制作成广播节目 小地方大湘民 同时也记录在地 很多元有趣的文化议题 希望透过声音的记录 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保留下来 他们也很懂得运用创意 让社区关怀和陪力的工作 可以更活泼更吸引人 就像那天大米一到齐山的时候 就看见他们开了一台广播车过来 这广播车的车身贴了一张很醒目的图案 伴我一生 而这个声就是声音的声 原来他们平常就是开着这台车 载着录音设备在奇美酒区的巷弄和乡间小路上穿梭采访 还有进行服务工作 而且团队成员都好年轻 或许课语和台语不是很会讲 但是诚意十足 很容易就掳获长辈的心了 趁着来到这里和小乡设造 切磋农村广播经验的工作坊空档 大米当然要好好利用机会 请小乡设造的秘书张淑金 谈一谈当年创办小乡设造 这段特殊的缘分 我们其实是就在莫拉克的时候 那时候有一计划之词 所以整个奇美酒区那时候 有很多在地的组织 它可以拼用在地的工作者 做在地的重建工作 那重建五年的时候 因为我们那个五年的期间 我们有这些工作者 他可能会透过很多的机会一起上课 甚至是可能一起在计划上的合作 所以那时候我们的想象说 当五年结束以后 我们不希望因为政策结束了 这群人就散了 我们都常常在讲 如果不是因为莫拉克 我们这一群人不会聚在一起 我们也不会彼此认识 即便我们可能只是临近的社区 我们都不一定会知道 隔壁的社区长的样貌是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因为莫拉克 所以我们重新认识我们自己的家乡 认识自己的土地 甚至是认识了伙伴 对那所以五年后 那时候我们就在省思说 那这五年好不容易累积的情感 好不容易累积的把大家聚在一起了 那有没有可能透过一个平台 甚至是像联盟的方式 然后再把大家聚集在一起 然后未来我们可以一起在对外发声 因为其实社区组织在台湾里面的法治里面 他可能最多理事长 最多他就只能任期八年 所以他会有面临到社区改选的问题 假设如果说他八年后 新一任的理事长 跟我们之前的发展的理念不一样 他可能这个服务的东西就会中断了 那我们那时候我们想象 如果小箱我们这一群人的理念都是相同的 或至少我们比较不会面临到 就是在推动服务上的中断或者是改革方向 对所以那时候才会组织了小箱 所以我们这一群人其实就是整个奇美酒区 然后一起当时一起在做社区工作的伙伴 一起组织的 所以我们的成员可能会有纳马下 会有桃园甚至六龟 甲仙这样子的 已经有在线上的工作者这样子 所以你们延续下来 大家各自感觉上就是平常有各自可以忙碌的 专精的事情 然后有时候又是会是聚集在一起 推动某一项共同的要进行的事情 是这样 那最近有比如说可能是这一年 进行中的活动 或比较想要去倡导的事情吗 我们大概其实小箱 刚于其实小箱好像刚提起来 我们好像感觉做了蛮久 因为如果从莫拉克到现在是十年了 明年就要迈入第十年 不过其实小箱从 它真正成立今年才第四年而已 对 所以其实我们是103年的时候 开始做 开始成立的103年的9月 等于就是莫拉克正式宣告 结束是103年的8月31号 所以小箱的成立是9月1号 我们的成立的那个日期 就很很 当时候在算时间的时候就很特地觉得要在这个时间点 因为那种也是想要让自己一个重生的那种代表日期 然后所以那时候我们其实主要的服务工作 我们一直以来都想要做的就是做在地的人的赔力 因为我们觉得人的赔力会是最重要的 所有的任何的福利工作的推动 甚至是可能我们未来想要做文化的工作 不管任何人的工作 其实都需要有一群人 甚至是在地也要跟我们一起这样子搭配的人 所以我们到进到社区的时候 其实目前社区最会运作的工作 会是社区的照顾关怀据点 就有点像老人幼稚园 那他们可能最常会在偏向我们会面临到问题 就是在地失职会找不到 因为我们可能常常会听到外面可能很多的老师 要找到来带长辈可能健康促进会很简单 不过在我们奇美酒区可能会常面临到老师接到电话说 老师不好意思今天可不可以来这里教我们什么长辈运动的时候 他会跟你说 哦你们那里太远了 对然后交通不是那么方便 所以他们就会没有进来 所以其实刚开始小湘会做这样子的陪在地的志工也好 然后可能是在高雄我们会称这些师资叫申辅员 陪这些师资 然后一起针对他们的未来 可能要带领长辈的工作去做一些训练 然后我们也发现到 好像陪伴这是一个比较很直接的 可能就是陪伴志工然后带长辈 但我们发现其实这几年下来我们会发现到 其实陪伴可能也许会有不同的方法 例如说像我们这几年有带 像是带长辈自己到临近的学校去讲故事 对那或者是像我们其实 最近小湘有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开始会开着我们的公务车贴着大大的logo 告诉别人我们有在做伴我一生这样子 行动广播车这样的计划 对 所以你就丢出了这个伴我一生行动广播车 也是今天大米会来一个很重要的缘分 就是你们竟然有自己的广播车 而且也就是像行走在农村大街小巷 那伴我一生跟广播车 它这个连结是它的意义又是什么 希望是把广播车开到现场吗 在就近接触长辈 然后录制声音这些 应该是说当时候那时候的想象 应该是说其实我们工作到 这段时间里面其实我们发现 其实在我们奇美酒区 有很多可以记录的事情 那我们也其实在莫拉克之后 带给我们的 形式就是有很多东西 如果没有被记录下来 可能之后就会来不及记录 尤其我们在奇美酒区里面会面临到的人 他们其实可能很多时候会是比较长的长辈 所以我们就发现到说 如果比方说像我们这阵子开始在做的 像我们有那时候在光是讨论议题 然后我们就面临到 比方说那个寄药包 寄药包 对 对因为比方说像那时候我们伙伴几个在聊的时候 就会觉得说 这件事情其实如果不是在比较 我们这个区域的人 我们在跟外面的人讲说 他们会觉得听不太懂那个名词 那到底是什么 那我们就会开始想说 那如果像这件事情 如果连我们现在可能已经 几乎有的地方已经没有了 那像我们有遇到的人 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件事情记录下来 可能以后我们的小孩就不会知道 这样子以前可能曾经有过的产业 你意思是说这边现在还有寄药包啊 有 这边还有 我以为早就失传了 早就没有了耶 可能因为我们还够偏远地区 所以还有这样子的服务 甚至是我们其实有几次有去找寻的时候 会有长辈就说 其实现在寄药包在送的那个行业者 其实他们的年龄层也很老了 我们最近前段时间有听到 是有一个业者 他是骑摩托车 阿公然后骑那个打档 早期的打档车 他会从屏东骑车上来 到甲仙去送 可是他会送的药品 就不会像以前很多元 可能还有什么止痛药啊 然后可能还会牙齿痛的啊 头痛药什么 就没有那么多了 现在他们说销路最好 应该就是那个感冒药水 对 因为好像就 然后那个阿公在讲的时候 他就有 他说那个好像是每天必定 一定要有一罐的力气来源 就像我们家年轻人在喝咖啡的概念 太特别了 可是这样子的事情 如果他还是在小乡 你们关注得到的这个社区里面 他们都还在运作的话 也的确透过你们想要做的 行动广播车这样的事情 串联起这些声音 是对于 如果你们能够把声音发散出来 对外界 就像我自己来讲 连我自己都住在农村 我现在听到这件事情 我都觉得 哇 好新鲜 好有趣 我以为已经再也看不到 听不到他运作的方式 所以很珍贵 很难得的是你们在做这件事情 那真正的去执行 才是辛苦跟挑战很多的 那这个部分执行的话 我们就请另外一位执行的伙伴 给我们介绍了什么 就是在广播车开到这个阿公阿嬷的面前吗 或者是你们去怎么样去执行 行动广播车 想要收录一些在地声音的事情 你是怎么执行的 嗯 怎么执行的话 如果是说车子的话 我们就是把器材搬上车 因为现在目前广播车 他还有做另外的用途 他还没有真正变身 我们梦想中的广播车 但所以他现在就是 载着我们的器材 然后开到他家门口 然后把器材搬下来 然后因为 我们在访问他之前 都会有跟他先有 第一次或第二次的结束 但那个是 先简单的知道他在做的事情 然后跟他约好下次的时间 所以下次就是直接 就是搬进去他家 然后说好 那我们等一下就是 来就是开始跟你聊天 然后你就是当作 我们在聊天这样子 你就不要管那些器材 然后你想讲什么 就讲什么 反正那后面都可以剪 对就大概像这样子 跟我们介绍广播车的是彦慈 是彦慈在负责小厢的 这个广播内容制作的统筹这方面 那彦慈其实你提到 就是当广播车 还有这些录音器材 出现在受访者 出现在这些乡村长辈们 或者是一些有趣的 这些人物故事面前的时候 你要怎么跟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那我就举之前 访那个盖尔包那个 寄要报业者的 那个大哥来说好了 就是因为他是 透过我们在社区有认识的 像刚刚淑丁提到的 那个申辅员的伙伴 因为透过他 所以介绍他 所以中间就有一层 比较基础的信任 然后在之后 就跟他 但是我一开始进去 会先跟他聊 盖尔包这件事情 我就不会跟他说 我一开始就要来记录 对比较是先跟他聊 这件事情 就当作一个年轻人 没有看过这件事情 因为现在都是去药局嘛 或是诊所 就去跟他聊这件事情 然后因为他有把 他的盖尔包 就是那个药包 他还放在他的墙壁上 所以就很直接的 可以有东西 去跟他聊这件事情 所以聊了聊了之后 他大概知道 哦原来是要认识这件事情 就比较好切入说 那我们想要保存这个东西 他其实自己也知道 因为他自己 因为年纪大的关系 所以他没有在 就是近几年 就已经没有再送了 他也知道 这其实渐渐是一个 会比较失传的东西 对然后他自己 有保存以前的 那个盖尔包那个牌子 就是厚厚纸板 登记价钱啊 跟数量的那个东西 他自己也知道 所以我觉得他会很愿意 跟我们就是 这种比较年轻的时代 去分享这件事情 那你有跟他讲 他的声音 全世界都听得到吗 透过网路 还没有 因为还没有剪完 但是会 就之后会再拿给他 对但他 他在讲的时候 他就是当作 是在分享的感觉 那就很愿意跟你 分享他知道的东西 你之前做过访问 做过录音这个工作吗 没有耶 完全从零开始 所以目前为止 做这件事情 到现在 那个心情是怎么样 感受是什么 因为才刚开始 做没有很多久 所以有时候 遇到一些 情况会让心里 小挣扎 就有时候会不知道该 现在要怎么办 要怎么办 但还是就是硬着头皮 去做 但是 这样子下来 觉得应该还算 蛮有趣吧 就是Gal把那个 算一个起头 就觉得应该是 个好的开始 如果之后的 之后的人也可以 像他这样的话 我觉得会还蛮顺利 应该吧 这件事情 就是最难预期的 对 就是我们今天 也有很多 可以交流的地方 对 到底怎么样 去真正接触到 这么多值得听的故事 然后让他们也可以 放心跟我们分享 这些故事 对 谢谢你们 愿意一起做这件事情 只有我们做了的人 我们在执行这件事情 像咪咪之音 然后像小香 做这件事 我觉得赚最多的 就是我们最前线的人 因为我们不只 听到他们的故事 我们都还实地 看到这么多精彩的 一些画面 像Galbo 我像你刚刚讲 他挂在墙壁上 我就好想看 你知道 所以我们想 应该网络上 我们播出 这个你们分享的 这一集节目的时候 网络同步播出 Galbo的照片 可以分享给我们吗 好OK 没问题 感谢你 谢谢你 谢谢大米 谢谢淑金和彦慈 让我们听见 骑山这个小地方 大香鸣的力量 紧接着 本节目 抢得独家播出 纪要包 寄有包 人物专访的故事片段 也是刚刚这位彦慈 他出示提伤的作品 大家掌声鼓励 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天的 小地方大香鸣 我是主持人彦慈 最近受西南气流的影响 整个台湾都湿大大的 不小心身体淋湿了 进出冷气房 就容易感冒 大家要小心别着凉咯 但是呢 我想问大家 有没有想过 现在看医生 拿药这么方便 但是在以前阿嬷的年代 是不是也会像现在 这么便利呢 所以啊 今天我们的节目 要为大家介绍一个 古早的行业 寄药包 年轻的朋友 听了应该无啥啥 下面是寄药包 但是年纪长一点的朋友 应该就知道我在说什么啦 寄药包台语称 寄药包 客语叫 这个行业呢 在以前交通不方便 药局也不兴盛的年代 可是家家户户 都会仰赖的好帮手哦 这边呢 我们有搜集了一些 过去生活在台中 花莲 高雄的人 对于寄药包的印象 我们来听听看 大家怎么说 因为我小时候 体质比较差 就是牙齿也不好 所以常常会牙痛 那时候寄药包里面 我的印象里面 是有一个什么叫 五分珠的还是什么的 它是一种止痛药 然后因为那时候的 要去给医生看的 那个比较没那么方便 所以一般都会在 用家里的那种 那个人家自己放的药品里面 就自己取来吃 他就是药房 药厂出来的 然后就一个先生 我记得他都穿西装 然后穿衬衫 然后穿西装裤 都穿得很正式 然后就会到每一家 每一户哦 然后就去拜访 然后他就会寄药包 就像一个白色的 透明的药包 然后会有个挂钩这样挂着 然后来的时候就会 进来刚开始的时候 都很正式的 就椅子上坐着 然后就药包 我们自己就拿出来 然后把药拿出来 他就会排好 咳嗽药啦 感冒药啦 药水啦 药包啦 发烧的啦 然后就把它排出来 然后他一次放 就给你放十罐 十包 然后几颗 几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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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所以他如果没来的时候 会告诉他 你才那么久没来 这样啦 孩子如果我小时候 我没有帮我帮我吃 这样啦 现在说 好啦 不然我现在 较快来一遍 这样啦 十几天来一遍 忙到一个月啦 这样啦 这样大家对 技药包有比较有画面了吗 今天的乡米我来当 来到内门 邀请到以前 曾经当过 技药包业者的 红朝鲜 红大哥现身说法 红大哥从二十多岁 跟着舅舅入行 直到最近几年 才因为年纪的关系 慢慢停止了 技药包的服务 所以可以说是超之深哦 中间他还甚至 自己开了间西药房 一直到现在 还是贩售各式药品哦 今天邀请大家 跟着湘米红大哥 来重新回味 以前的技药包 大家好 我是公子丁 我记得来文里 来文86号 开门县西药房 那时候差不多 一天差不多30号 一个月差不多25天 台狱差不多750号 所以你一开始入行 就这么多户人家 对对 这样子的户数算多吗 这也没算多呢 不算 算要算少 算少 那这样你那时候 大概都是用什么交通工具 脚踏车居多吗 最起床是 然后再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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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想要问一个很笨的问题 就是你以前骑脚踏车的时候 要怎么载那么多 就是一天要去补货的料吗 因为以前是都 要跑得轻轻啊 那是有水比较重而已 那我们今天去买家 算是说30号 还是25号 那包不管这个 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听到这里 想听到完整的故事 听洪先生他唱谈52年来 寄有包的岁月的话 甚至还有回忆起当年 因为寄要包 而寄出了爱情 和婚姻的幸福缘分 这些故事从YouTube 你都可以搜寻到 完整的节目内容 关键字就是 小地方大乡民 这一趟美农之行 大米看到 一样是农村 但是却和我居住的宜兰 有很多不同的景象 不管是建筑特色 作物的种类 乡间小路透露出的 一些在地生活的个性 都觉得美不生收 别以为台湾很小 到哪里都差不多 仔细的感受呢 就会知道 每个农村角落 展现的生命力 是那么的丰富多样 但是也不是 雇着游山玩水而已 这趟美农之行的任务呢 是针对农村广播经验 进行交流讨论 对大米而言 有更多人投入农村广播 就代表农业和农村的价值 越能够被看见 很听见 最后享受到的幸福果实 当然就是我们自己 和每一位支持节目的人 一起努力吧 小市集大通路 长期关注饥饿与贫穷的 安娜拉佩说 我们每一次的消费 就像是一张选票 决定着未来地球的样貌 主妇联盟合作社已经创办25年了 一年一度的大型原油会 即将在台北圆山花博馆举办 欢迎大家共襄盛举 日期就是这个礼拜六 9月29号 从中午12点到傍晚5点 地点在圆山花博流行馆 还有花海广场 这一次大型原油会的特色 包括有绿活市集 有所有主妇联盟的农友 生产者所组成 包括有米麦五谷 水蓄产 奶蛋蔬果等等 而当天一些汤味 也会贩售自家特色农产品哦 还有认识一些地区营运的重要组织 看看他们怎么发挥创意 展示自己地区营运的特色 再来也有议题的合作 例如响应台湾日本韩国 三国姐妹会的FEC自己生活圈 连结了关注食物能源照顾议题等等 和在地的友好团体一起共襄盛举 另外也有舞台区的活动 总之呢 25年并不容易 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 记得先带好环保碗筷跟购物袋哦 一起减少塑胶用品 环保爱地球 这个礼拜六的中午12点开始 到傍晚5点 圆山的花博流行馆 一起来庆祝主妇联盟合作社 25岁生日吧 感谢你收听今天节目 想听到更多农村故事资料库 可以搜寻 米米之音 稻米的米 米米之音 下礼拜一晚上5点20分 空中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